是有人的豬吧 民眾開車經過宜蘭蘇澳永春路 竟然看到一隻豬 慢悠悠的在路上晃蕩 而且這豬大爺完全不怕聲 和他打招呼 竟然還會回應 嗨 大豬甩著尾巴晃呀晃的 在地上東聞聞 西聞聞 像在找吃的 豬豬你要去哪裡 一直出來散步嗎 大豬真的好自在 一路爛爛搜到馬路上 附近居民看到 似乎也見怪不怪 早就把他當自己人 不過第一次見到他的民眾 都覺得好新奇 小豬是真的滿可愛 而且他很親人 而且他動作還滿緩慢的 原來這隻寵物豬 主人已經飼養兩年多 他可是這裡的大明星 大部分人都知道 那個小豬啊 那個主人兩個 他會跟那個客人撒嬌 會想要看有沒有客人要餵他 不少人看到可愛的豬 都打去說今晚可以夾菜了 但是可愛歸可愛 若放任寵物 在道路上阻礙交通 會讓主人們 挨罰300到600元的罰還 四族們還是得好好看管 別讓自家寵物變馬路障礙物 記者林醫生 楊宗盛 李宗澤 宜蘭採訪報導